我自己是很短的 以及我的同學 大家也認識在白仙中的位置 我自小失學這件事不想說 馬寧樹已經說得很清楚 當時找一些野校 有一個謀生技能 我的伯父說 你最好讀回計 就交了兩個月學費 後來我都現作為止 這個詞是太方借方 兩個月 完全沒有辦法接近 有種抗拒 一見到數學就投動抗拒 我相信是否有一種資料 我相信是有的 我同學的馬仙用 他讀中學後 就希望中國人需要水利工程 於是就去台南成功大學 讀我的工程 讀他讀不讀 因為他的人比我更差 他走到商場 他不知道是東南西北 他就忘記了 這些完全沒有 這些人不存在 如何讀水務工程 於是就轉回台灣 去台灣大學讀外文 等於我想讀回計 沒有人反應 但是對於文學的東西 文字的東西 我自小就喜歡 因為那時我就是 那時 我在的士公司工作的時候 選擇 我就是六、七歲左右 我選擇 那時的加班陷道 還有那間沒有了 叫大樓的士公司 我就選擇 晚上 十二點到早上八 那小孩子睡覺時間 最應該的 但是我就選擇 為什麼呢 我可以全部 電話來很少 我就去聽 很少電話要聽 於是可以看書 靠那樣自修 反而讀也有興趣 這就是既人決定 我相信絕對沒有了 所謂科學上任何的細胞 這完全是那些頹廢細胞 好像先用地 那樣 我看到林行之一篇 我自己釋怨於懷 一些都覺得不難過 不是落後給別人 根本就沒有這種細胞 後來呢 在美國讀完書 教書 我看著我的著作表 為何有這麼多翻譯 這個命 除了基因之外 還有環境 在美國教書用英文 教中國文學 我家人說 李復然 他定婚店 我難道用美國小孩子 去讀中文嗎 於是你一定要有翻譯 逼著自己 從事翻譯就是那時候開始 一本、一本、一本、一本 應付教科書 這是否與命有關 正式來說是沒有的 但假如我不是去美國教書 我何必要做你的 我可能完全不理我那種方向 這是第一 第二 為何我翻譯的文章 有馬拉姆的《火記》 或者《魔筒》 這類的文章 是源出於 我先說 我翻譯《魔筒》 或者《火記》的理由 1964年 我第一份 還未寫完論文 我除了應付教書之外 還寫論文 偶然間在學校看 第一次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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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看見這個作家的小說 整晚感動到他當時真的流眼淚 這是美國猶太作家的故事 我沒辦法說你講故事 也沒有說命無關係 看完之後我相同他的境地 或者與我境地的中國 那時沒有人翻譯過 一定有很多 除了寫論文也反而沒有那麼重要 於是馬上就抽時間出去 把他翻成中文 那時我真真想分享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把這個人的經驗影響了那麼大 我不如被中文讀書 於是那時戴天在香港 我們終於在美國新聞處 就把他翻成出版 接著我翻譯過很多小說 這段片都是他 最後1984年 我回到1984年 我們對共產黨和極權主義 全部都沒有認識的人 應該要去看 如果不看的話根本是無知的 就是在《信暴連載》 為何我不回到莎士比亞呢 我回到Kiss也好 這些就是基因決定我 就是有種分享狂 若不然我回到其他人 Kiss也好 有種風花雪月 不是 那時有種 逐不可耐的話 叫做使命感 是那時候 就是這種基因決定 我現在就說 命可以從迷信港 或者用文學作品港 亦都可以用科學觀看 這個命 受了基因的支配 我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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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